一首江水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首冥喜 风拆落了万人哭泣 怕那一首沾地 他是一件匹夫 他笑了一座黄都 万人都想把他来住 他却最怕他糊 那是六月的雪 边渡漫天山野 他就在那一次战乱 中了一件流雪 他逃窜在荒野 迎着漫天冰雪 他以为他逃过一劫 却没逃过明月 那是月下的他 他捂了一首百花 他流着雪 他穿过百花 看到月下的他 不知是被月光 还是女子在装 他的伤口凝成了 说化作温柔的汤 眼前这位姑娘 来自帝国范邦 他是往日拖的村庄 幸免于难的伤 他的满手杀戮 他不敢再倾诉 他怕他的一时谈吐 都会让他无主 怕这姑娘跑开 他伸手把这花宅 他是他流雪的 又必如此轻松摊开 他只是没有开口 牵着姑娘的手 女子懂他愿 跟他走化作第二相手 他在他回皇帝面前 说要下假归田 皇帝怎会如了他愿 江山还没打完 皇帝见着女子冒昧 一时图谋不轨 命着扎刀断了他腿 将他抛入江水 那时女子装的 枯花不从皇帝自杀 那皇帝还是要他 求他后宫为家 女子受尽皇帝 凌辱受尽人间的苦 那时一切 于是无补 他已归了荒土 江水啊江水 别谈我的冒昧 我要纵身坠入你怀 定是我不后悔 江水啊江水 你怎么不流泪 飞花百花都为他 他随他便众生衣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更远 你怎么不轨 你怎么不轨